當我的秘書,我真惶真恐,真的是很感動,很開心 我們來講的話是,都一樣啊 像曹建書、曹學長一直跟我講說 阿龍,我可以幫忙一些什麼嗎 我說自然會有啊 因為以後大家要的這個房子來講的話 是一定都有它的一個特殊性的 照時候來講的話是,再請曹區長來支援,來幫忙 請個報告一下,目前吳明寺、長壽村進行的情景 在這邊跟大家報告 大的土地,這是要等時機啦 因為地也是在找人 那我想這個地要的是還蠻大片的 那只有等政府來講的話是,在這方面來講,不管是誰來執政 從上面來講的話是能夠,能夠這個,啟動 那,我是希望今天晚上,後輪明天,換梁秀人,他那邊來講會有一些好消息 能夠提供,因為臺灣市的董事長是我們的學長 是我們的學長李建宗 那臺灣市長來講的話是,目前接受內政府的這樣一個委託 在擬定這個公辦民營,看能不能這個,讓吳明寺、混淆園區的這樣一個 長壽社區的這個,呃,構想呢,能夠來引用 那當然這裡面牽涉到很多的這個,花,花雕 那如果說是,需要的是一個正式的組織 可能我們也都可以去調整變成一個財商法輪 但是無論如何,我的個性是這樣的 做這個公益性的事情來講的話,那個財務是完全公開的 那大家通通都可以進來,進來做檢視 也,唯有這樣的話,才能夠得到最大的共識 那至於說說,裡面可能會延伸出來的商機 那個就是由我們所有的學長 啊,大家發揮各自的這個專業 但是,不要傷害到我們的這樣一個核心價值 啊,這個是,那上個禮拜來講的話是 有人來跟我提到說說,哎,他們公司有一個董事 就是,要捐個兩千多坪的這個土地 呃,他們心中的願望是蓋,蓋醫院 那是在桃園,那蓋醫院應該是不是在這個 山裡面啦,應該是也是,也是 就是在,在都會的這個地區 嗯,他們想說說說,這是是不是我們適用不適用 那兩千多坪來講的話,是可能啦 可能如果談下去的話,是就變成一個 一個,教育的中心 當人來講的話,是開始年紀大 那我,兩個月前做,在張學教會 大安教會,邀請去幫他們上課 他們那個松年,那其實都是同一個系統 啊,雙年安養中心的裡面來講 也有一個松年大學 那,那有一百多位,年紀大的有九十來歲 那六十幾歲,七十幾歲的,還蠻多的 那每一個禮拜呢,都有三天到四天的這樣一個課程 那各式各樣的學習都有 那每一個禮拜都有帶出去旅遊 然後是每一個月有一次,國外的旅遊 那經濟方面比較好的,都是可以來挑選 那都是完全全自會的 那我們人來講的話是 剛剛為什麼黃總臺一直在講說說 做很多事情,因為老人是年紀大 時間很多,讓他們能夠去消磨 那假如啦,假如變成一個是可以學習成長的 那個年紀大的來講還是可以學某方面 那自己精神,他自私方面得到充分的滿足的時候 他的自信心也比較強 他對未來的這樣一種體力的這樣一種變化呢 身體的這個衰老呢 他也有比較健康的心態來迎接 那有宗教信仰的人更好啊,大家來分享啊 因為都知道說那並不是一個可怕的事情 好,那 來,請 我是有一個建議 請說 那個,我 我事實上在負責那個 國內的再生能源,那個風雨發電 那 從這個角度我已經做了十幾年 我漸漸發覺說 前世紀的能源應該是無解 應該是無解 那 我為什麼講能源的事情呢 跟這個